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自己帶他去 好啊 怎麼說 就是他現在還很刺激 兩腳離地的空中飛人好驚險 塑膠旺季在墾丁除了玩水 路上的體驗還不少 手不要晃喔 看前面扯就好 騎腳踏車但是是在鋼索上 而且挑戰的是 離地大約10公尺的高度 玩一趟下來 連大男生也說怕怕的 很高啊 一直搖 然後一直搖 沒有時間去看風機 做了這個空中飛人 跟那個空中腳踏車 新的遊戲 大概多了兩成的 旅客 到墾丁有不一樣的玩法 業者在暑假的忘記 腦力激盪想噱頭 沒有沙灘比基尼 但是還是能夠吸引消費者 找到樂子大呼過癮 三天新聞黃志忠俊榮 SN小組評論報導